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马来西亚国内多所国立跟私立大选 自己做了一个民调 就是针对那些在籍大学生做一个民调 就是如果说明天就大选的话 你们投票会支持谁 然后他们分几个阵营 最大的阵营还是那三个 就是国政 西联 还有这个国盲 然后他就给那些学生们自由投票 一个模拟投票 然后结果非常令人震惊 不管是什么学校 国立的也好 私立也好 马来人多的也好 华人多的也好 他们的答案竟然惊人的一致 都是绝大多数人都把票投给了西联 如果单从这一个成绩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现在国内不管是国立还是私立的大学生 都倾向于支持西联 我今天我看到了这个新闻 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终于等到了 那个压死国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终于等到了就是这个 怎样说呢 我给大家看两张图 我先给大家看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呢 是呢 这个回教国际大学的民调 你听好哦 回教国际大学哦 它是一个政府大学 但是为什么会有个回教 里面当然是马来人多了 而且是绝大多数是马来人那种 你没有想过一个绝大多数马来人的回教大学 他到最后他成绩竟然是多数支持西联 想不到哎 再给大家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这个是一个诺迪汉大学 摆明是私立大学 私立大学肯定应该是99%是华人读的 OK 如果是华人多多学校这样的成绩不奇怪 就是绝大多数是支持西联 所以你看到了 不管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 成绩都是倾向于这个西联 不管是马来人学生还是华人学生 他们的政治倾向都是倾向于这个西联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在极大学生 不论是国立还是私立 华人还是马来人都会支持西联 其实我以前很早的时候 我一直重复讲过一个理论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呢 是看得到未来的 然后我们的未来呢 就在我们现在的马来年轻人这里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马来年轻人呢 他们呢 虽然有很多正在被这个国阵荼毒着 他们的祖辈们也被国阵世世代代荼毒着 但是呢 现在的马来年轻人呢 他们会有一个趋势就是呢 他们呢 会慢慢的接受这个城市化 而且他们也会接受高省的交易 当他们呢 接受高省交易跟城市化过后呢 他们呢就会开始呢 开启他们的名字 就是他们懂得分辨 所有政党里面哪一些是贪污腐败的 哪一些是青年的 他们也懂得分辨 这个国家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这个国家需要的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必须要发展 然后呢这个国家呢必须要杜绝这个贪污腐败 他们知道国家需要的是这些东西 然后他们也清楚知道国家不需要种族极端 宗教极端 这些有的没的的东西啊是不需要的 所以啊 当他们呢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脱弃这个国阵 就好像你现在看呢 城市的买人尤其是在雪兰儿跟槟城 城市的买人呢都是脱弃果生脱弃武童 虽然他们是买人虽然他们同个皮肤 但是他们就是不喜欢武童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成绩就显示了 在极大学生在极大学生呢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高知识分子 高知识分子呢就非常容易的变成我刚才所说的 他们眼睛也比较亮一点 政治意识也比较高 他们懂得分辨 什么政党是青年的什么政党是贪污的 然后他们也懂得分辨这个国家到底需要什么 所以呢 那种国阵给他们的那种小恩小惠啊 他们可能是前兆手啦 但是呢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呢 不是我选你做政府的理由 好 今天呢看到这个成绩呢 我们心里面就想啊 这个就是压死国阵的最后一根稻草 大家都知道今年的大选跟过往的大选 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有18岁投票了 就是18岁19岁20岁这三年人可以投票了 现在你看到这些是大学生投票 大学生呢有很多是21岁以上的不奇怪啦 但是呢21岁这个年龄层 其实跟189岁这个年龄层呢 都算是同一个年龄层都是年轻人 如果说大学生是这样的想法的话 这样小他们两三年的后辈们呢 基本上也不会相差太远 我这么说这个逻辑成立吧 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呢 大学生的政治倾向都是导向这个西连这边的话呢 这样我们有理由去推敲 小他们两三年的年轻后辈们 就是189岁20岁的年轻后辈们 也跟他们一样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倾向于西连 OK 所以你说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年轻的选票有可能是压死国阵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很早已经跟你们说过 国阵呢到了今时今日呢 还在用着那一套种族主义宗教主义 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给马来人任何实际的好处 他们不是不能给他们是不想给 这么多年来呢巫统的领袖把每一分钱都下自己带 没有把那些钱拿出来派 然后呢他们派给马来人呢 就是那种种族主义跟宗教主义吧 都是一些不实际的东西 如果说了巫统真的是肯把他们 这么多年来贪来的钱 十分之一拿来派给广大的马来人 他都不至于会落着这个下场 你相信吗 所以我们现在等着瞧 现在我们至少已经得到了一个事实 就是呢 在即的大学生 不论是国立私立 华人买人 都是倾向于西连 我们有理由相信 更年轻的后辈们也是倾向于这个西连 现在多了这么多年轻票 我听说单单一个雪兰儿罢了 那个年轻票就已经占了50%以上 所以这个年轻票到底有多么重要 一个想而止 然后这些年轻人都已经开始正式醒觉了 就是不再被这些种族主义跟宗教主义给绑着了 他们已经挣脱了这个种族主义跟宗教主义了 他们知道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政府可以让这个国家经济变好 然后尤其是那些贪污腐败那些贪官们 一个两个都必须要铲除 然后你看我们的首相Sabi 今天仍然对我们的社会讲什么话 他说 之前那个西连的政府是由行动党支配的 Mate只是一个傀儡听好 听到这里我都讲好笑 马华每天在那边喊说行动党是Mate的傀儡 然后巫统就在那边喊Mate是行动党的傀儡 Mate跟行动党一定是很配的 两个都是傀儡 你看我们的首相Sabi到今天 他也没有一个像样的论述出来 就说我们国家要怎样变到更好更进步更繁荣 他就跟你讲 这个国家不会给行动党拿去 不会给西连拿去 因为行动党跟华人会做大 60年了还在讲实际话 当然你会看到现在 Sabi 他可以出场的机会其实很少 他可以讲话也是讲这种种族主义的话 你看到现在宣布那些国阵的大政策大方向 全部都是Zahit一个人万面秀罢了 轮步到这个Sabi开口 老大 很可怜一下 这Sabi 大家现在其实已经是很明白了 大选过后他还有机会做首相吗 我跟你讲即使是国阵胜 Sabi 是没有可能做首相 但是Zahit有每一座首相 只要是西连设定的话 Zahit怎样做首相 现在呢 这个整个大选的选情 看起来 西连是后市看起来 我个人也觉得很意外 本来呢 我对西连的选情不是很 不是觉得很乐观 但是自从Zahit宣布候选人了过后 会有这个选情是真的是180度的变换 那个西连的选情突然间后市看起 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但是也不奇怪了 这证明了马来西亚人的确是有进步了 所以不要太过看小我们自己 马来西亚腐烂的只是那个国阵罢了 但是马来西亚人还是有进步了 至少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大学生 不论国力实力 马来人华人 至少他们眼睛还是血量 我们马来西亚是有未来有前途的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